大家继续看镜头里这个就是被无数网友吐槽的上海奇葩建筑 高楼大厦我们建都了 像这种在十几顿高楼大厦上面加盖一个风龙镜雨龙镜的连体屋顶的还是头一次见 全球绝无仅有有且仅有这么一家 如果你们真这么想那就大处特处了 当你置身于其中 它带个人来的那种震撼之感是无与伦比的 抬头仰望一下这个天空 这里的天空是什么样的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真的是太梦魂了 你不到这个里面呢 你真的感受不到它这种梦魂 整个天空全是这种 哇这光的 五五光十色五彩斑斓 五颜六色 太震撼了 今天跟随我的镜头 你看到了就是赚到了 全世界有且仅有这么一家 我的天哪 大家看到了没有远处那里 这么美的如梦如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等会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啊 奇葩建筑千千万 中国内地占一半 高楼大厦千千万 大厦上盖屋顶的全球仅此一家 没错啊 这个就是被网友称为奇特建筑 奇葩建筑的上海G60磕唱走廊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奇葩之处在哪里 高楼大厦一栋的 都有山栋树的好几栋 然后这个上面你看 都有一个屋顶给它连着 网友说啊 这个屋顶呢 既不能遮风又不能挡雨 不知道这个上面盖着有什么用啊 百无余用 不过来也有人说这个好看 没错就是好看 为了这个好看 这个上面装了十万载 L1的灯啊 十万载啊 并且这个建筑 它是一个连体的啊 延绵1.6公里 多么壮观啊 这个是17 那边是27 17800米 27800米 总共1600米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都花不少时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17啊 直接连到那边过去 延绵1.6公里 微微壮观 如果你从那个高速 神海高速上经过 就能看得到啊 非常的壮观啊 我今天就是到楼底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啊 LED黄红绿绿一亮起来 那真的是如梦如幻 我等会就走到里面去啊 这个里面其实下面是商场 这边是写字楼啊 它的全程其实是拉夫尔云囊 拉夫尔是一个国外的设计师设计的 这个是全球有且极有这么一家 好了 我现在进去给大家拍一下 现在带大家走进这一座梦幻之城 感受一下它的震撼 科创之城 梦幻之城 现在我到了这个地下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抬头仰望一下这个天空 这里的天空是什么样的 我的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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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太梦幻了 也不到这个里面呢 也真的感受不到它这种梦幻 整个天空全是这种 啊 发生光的 五五光十色 五彩斑蓝 五颜六色 太震撼了啊 有机会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的天哪 你看 这个地方面积很大的啊 我再往前面走啊 第一层啊 这个下面全是商铺 这是一个商场啊 写字楼 哇 这边更震撼 你现在是到了一个梦幻之城啊 今天跟随我的镜头 你看到了就是赚到了 全世界有钱 只有这么一家啊 就在上海 松江 拉夫尔云南 靠 你在这里面真的是 这种科技感 满满的科技感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天空的颜色啊 随时在变化的 它其实是有图案的啊 各种图案 非常的漂亮啊 我现在是在这个建筑里面的 副一楼啊 地下一层 给大家书小看一下 整个天空啊 全都是LED灯哈 闪闪发光 这个是副一楼 等会我上去啊 一层一层一层给大家拍啊 现在我是重复一层上到了一层啊 这一层这里就非常的环滑热闹了 这全都是店铺吃的喝的玩的 看 抬头看这一片天还是这么五彩斑斓的一片天啊 这边是大厦的正面啊 这个是空的 这是屋顶 装在LED灯的屋顶 非常壮观啊 看远处 这里还仅仅是延伸到800米啊 如果从那个地方再过去再过去800米 那那边还在建啊 看 那里还在建呢 那段建筑还在建 那边还能过去800米 1.6公里了 那边是27正在建 那就是真的会更加微微壮观了 这边只住了一半都已经很壮观了 啊 看 这么多顿高楼大厦 然后给它一个屋顶连起来 看这个屋顶啊 十万盏LED灯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十万盏啊 现在我是从一楼上到了二楼啊 再看一下二楼啊 二楼这上面主要的是玩的 什么KTV啊 是吧 我发现这边啊 这个二楼的正面 这里可以出去 看到那里就是高速吧 从这个高速上 如果你经过的话 特别是晚上啊 你来看啊 就是看到这里啊 这风好大啊 给大家看 你看看这个建筑 我天哪 你看 它这个是除了这个屋顶以外 整面墙也是装了 还有一个灯啊 就是城市警官一样 这里会打出各种各样的字哈 啊 最主要的看点还是这一个屋顶 你站在那个上面哈 开车路过啊 坐公交车路过啊 然后就排在这边 这么大的这个屋顶 延绵八百米啊 下一次就是1.6公里啊 1600米 那真的是相当的震撼 从那里开车过来都要开好几分钟哦 你看到这个这边这个 你看看 我以前也是经常从这里路过啊 只看得到这个上面 今天是生理奇迹了 到了这个里面来吧 看看这个地方 哇 春暖花开 上面的灯光也是这么的亮 下面的这个花也是这么的艳 一切都刚刚好啊 这个风也是这么暖 你看这风吹着 哦 这印山红 还有这印山红 还有这个花 哇 天呐 看看 这个地方 大家笑话笑话来看一下啊 可能你就不会那么笑话了 哈哈 就看什么呀 空中走廊啊 这个楼连在一起的都有空中走廊的 这样所有的楼连在一起 其实这个东西嘛 你们在外面就是看看肉楼 你要是真的到这个里面 我作为一个不懂啊 这个建筑的 但是我就感觉这个很方便 也很好看 很实用 也 你看这走廊 走廊 都各一个连在一块啊 它是一种科技创新感啊 然后请的是国外定基的建筑设计师啊 Nafiel 所以这个就叫做Nafiel云囊 像一个走廊 然后像是这个云朵云城 我不会怎么介绍啊 不怎么会介绍啊 我们现在继续往上去 这个是二楼 继续上三楼 好了 现在我是来到了三楼 三楼的视野会更好啊 看那边的高速 看这个建筑 大家看到了 这里撑起来了 这个屋顶它是绿合金的啊 绿合金的它和那个钢结构不一样 因为这个铝它又比较轻嘛 把它支撑起来 反正满满的科技感啊 你小小看这个屋顶啊 那可都是用的高科技啊 不是一般的国家能建设的啊 现在是三楼啊 这个建筑群的正式名称是G60科创云囊 它是由长山脚地区上海 杭州 合肥 嘉兴等九个城市联合打造的 旨在创建先进制造业 核战越性新型技术等高新技术企业集群的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走廊 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它是一个集合商务办公 休闲娱乐美食餐饮 以及生活配套设施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 分两期建设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期完工了的 还有第二期正在建 项目完工以后 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由23栋高层商务办公建筑 组成的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建筑群 这个建筑群是由国际顶级设计师 纳菲尔维诺里大胆的设计 将23栋高达近百米的塔楼处位排成两排 中间不仅有空中走廊连接 还举起了1.6公里长的屋面 也就是被网友吐槽的百屋一用的这个大屋顶 实际上这个屋顶它是波澜起伏的 最高路长能达到18米 就像是一个云彩漂浮在空中 整体看上去是波澜起伏 行云流水 波澜壮酷 位为壮观 总面积能达到15万平方米 大概有20个足球场那么大 上面除了按照有十余万载LED灯以外 还有300万颗某钉 将这些铝板牢牢连接并数住 你以为这上面就只有LED灯了 实际上它还贴了一种柔性的 薄膜太阳能电磁组件 还能发电 并且这个屋顶运用的照明设备和技术 都是最新的 比传统的要节约50%以上的电力 虽然雨结构比钢结构要轻很多 但是整个屋顶居然还是高达4000多吨 就这样在一个几十米的高空当中 突起4000余吨的庞然大物 这项技术在国际上就没有先例 外行人可能觉得它百无一用 实际上它非常实用 我们也许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奇葩 实际上它是一个奇迹 一个运用了多种科技创新 突破了多项技术限制的建筑奇迹 我现在是在三楼的走廊 我现在正继续往前面走 给大家去看一下前面 我说那个前面还在 二期还在继续建 建完了以后 就是1600公里 1600米 1600公里那还得了 前面那里还要塌掉 正在建 这边是完工的 其实这个1700的话 那边还有我那个收入也还没有结束 这边就是商铺店铺还没有完全入住进来 如果完全入住了 那不敢想象 我要继续往前面走 就这里 在这里的话 你看从那一头 从那一头最远处走到这边 要走800米 要走一里多路 这个有多长 所以你能感受到他的这个震撼 这个东西建起来 真的是太厉害了 走到这里呢 看看那远处的2700看 是吧 在建了 他也要建顶的 建这个屋顶 好了 这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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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